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904章偷猎者 阿一声轻响 一鸣脸上有一条长长刀疤的汉子伸出头来 看似下无人 一把将胡子拉了进去 大白天的你来这里干什么 有没有人跟踪 刀疤难严肃的喝道 没有人跟踪 刀哥 你还不了解我 我做事一向是小心的 胡子笑道 说吧 有什么事 刀哥领着胡子向一间地下室走去 两人走到地下室以后 只见眼前豁然开朗 他们的木屋并不大 但是这一间地下室却大得出奇 足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地下室里亮着昏暗的灯光 另外有时向明斥这上身的汉子在对一些野位进行解剖 这些野位赫然有很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更有一头几乎要绝版的白虎绝望的倒在地上 等着任人宰割 赶紧的 把这头老虎解决掉 尤其是那虎边别弄坏了 有大老板花了几百万钉的 还有 熊掌都给我保存好 天热 别变质了 刀疤对这一群人喝道 刀哥 刚才外面来了一群人 说是国家科研队的 他们要进森林 胡子迫不及待地说 又去找野人啊 那群傻逼 野人老子亲眼见过 那东西智商比人高多了 他们那些高科技顶个屁用 刀哥不屑地说 不是刀哥 他们名义上是调查的 但是我开车门看了一眼 他们的家伙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胡子道 他们都带来了什么家伙 刀疤来了兴趣 别的我不知道 都在背包里装着 但是有一根长管子 我一看就知道 是狙击枪 胡子道 狙击枪 你确定 刀疤吃了一惊 绝对错不了 而且以我的经验 估计这还是一杆重居 如果是普通的科研队 绝对带不来这家伙 而且我看到车身上 装载有最先进的导航仪 就算是在原始森林里 也能接收到卫星信号 另外还有深层勘测仪 我估计 这一群人是来挖宝的 胡子道 如果你说的东西有那么先进 那绝对错不了 刀疤的眼前一亮 他来来回回的走了几上道 有主意没 干一票 刀哥 我就是这意思 我们偷猎 冒着那么大的危险 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 但是这几个人搞这么大阵仗 我想一定是非比寻常的宝物 我们弄到手 然后出售的话 兄弟们这一辈子可就吃喝不愁了 胡子道 干 刀哥把手中的劣质香烟 丢在地上 狠狠地踩了几下道 都停手 过来开个会 在村长家里吠了一番口舌 那耳朵不太好使的村长 终于确定了 叶浩轩等人的身份 叶浩轩等人拿了装备 把越野车停在了村长的家门口 然后顺着村长指的路 就进入了原始森林 刚入森林 一股大自然的青星迎面扑来 神农架这片森林神秘自然 一些参天古树亘古长存 几万年来 少有人涉足的地方 形成千奇百怪的景象 置身其中 就好像是来到了某个梦幻世界中一般 尤其是那一棵棵叫不上来名字的参天古树 更是让人感觉到 大自然的不同之处 君子走在正前方 他手里拿着一个导航仪 里面早已经规划好了路线 这种军用导航 一信号极强 就算是在原始森林之中 也能接收到卫星信号 在森林里的路曲曲蛇蛇 一不小心就会走岔道 所以时不时地看着路线 以免出现偏差 李延星和叶浩轩 并肩走在后面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腥风一闪 一条透明的长影 向李延星猛地扑来 李延星的反应也不慢 他右手一伸 一把长两尺 弯如月牙的剑骤然从他手里发出 他凌空一展 那条透明的影子被斩为两截 倒在地上 扭曲了片刻便急不动 李延星右手一收 那把短剑又消失不见 众人向下看时 只见一条五彩斑斓的小蛇 渐渐地显出身影 无影蛇 传闻中的小东西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透明 身怀剧毒 死亡后尸体明艳 我还是第一次见 叶浩轩用一根树枝挑起那条小蛇道 这里是刚刚进入森林 就有这种怪东西出来捣乱 看来 这一次的行动很具挑战性啊 李延星浅笑道 你刚才的的匕首不错 叶浩轩道 这事件 名为冷月 李延星右手一身 那把弯弱月牙的短剑又出现在手中 以后寒光从剑间涌起 让人感觉到一阵寒意 有人来了 君子收起手中的定位仪 这个定位仪是特制的 有雷达扫描 雷达光波延伸数公里 也就是说在三公里内的大型动物 都逃不过众人的眼睛 果然 随着一阵踩断枯枝的声音 一个人气乘船船地赶了上来 他边跑边叫道 几位请等一等 等一等 叶浩轩眉头一皱 他手一挥 队伍停住了脚步 只见一个中年人跑了过来 这人就是众人见过的胡子 几位大哥 你们好 你们还记得我吗 胡子点头哈腰地笑道 记得 胡子是吧 你来这里干什么 君次反身道 嘿 我在村长那里 听说几位要进森林 我爷爷在世的时候 是这里最好的猎手 我经常跟着他上森林 所以我比较熟 不知道几位大哥需不需要一个向导 胡子搓着手道 你很熟悉这里的路 那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叶浩轩问道 不知道你们要去哪里 但只要你说明地点 我都熟悉 我能带你们少走很多弯路 我说真的 胡子道 叶浩轩看了君次一眼 君次向叶浩轩施了个眼色 叶浩轩瞬间明白 这家伙肯定有问题 他不动声色地说 收费贵不 不贵 不贵 购买几包烟就成了 胡子点头哈腰地说 那好 这是五百元钱 带我们走好路的话 另外多出三倍的钱 叶浩轩拿出钱包 甩出五张大钞 谢谢老板 谢谢 你们要去哪里 胡子又惊又喜 他连忙把钱揣了起来问道 这里 敢去吗 君次拿出一张地图 上面标着这一次要去的地方 这是 死亡之地 胡子明显吃了一惊 你知道这个地方 叶浩轩问道 知道 当然知道 这个地方诡异得很啊 传说是真龙的栖息地 不能去打扰的 大哥 你们真的要去这个地方 胡子吃惊地问道 你听说过这里 叶浩轩问 听说过 这地方是被我们当地列为进去的 好几个探险队的人都在那里失踪了 大哥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胡子惊异地定地问道 不该问的话就别问 不敢去就回去 刚才那钱就当赏你的 叶浩轩道 去 有钱赚我干嘛不去 我带路 胡子说 这带头走在前面 这小子有问题 你没看出来 李延欣问道 我有那么笨吗 叶浩轩淡淡地笑道 我要看看这小子 想耍什么花样 李延欣白了叶浩轩一眼 但也没有说什么 一行人有条不紊地向前走着 大哥 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呢 是不是又发现野人的遗迹了 说真的 那东西真的存在 不过是贼聪明 一般人还真的找不到他 胡子向并肩而行的 君次问道 不是 君次的回答 简洁有力 那你们这是 寻宝的 胡子突然压低了声音 不该问的别问 君次淡淡地瞥了那小子一眼 然后率先向前走去 胡子吞了吞口水 他的眼珠急转 想着点子套众人的话 只是众人的口风 极其严谨 他根本问不出来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 一来二去 他自己都有些沮丧了 现在正值夏季 虽然森林里的参天古树 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 但是密不透风的森林还是让人走得一身汗 还没有走够一个小时 胡子往一边的大树上一靠 哼哼唧唧地说 几位大哥 累死了 能休息一回二吗 原地休息 叶浩轩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一招手 几个人躺在一边 该喝水的喝水 该闭目养神的闭目养神 几位大哥 你们等我一会儿 快一点了 我去弄点野味当饭吃 你们要去的地方还远这呢 森林的路又难走 恐怕要到明天才到了 别饿这了 走这种路最耗体力 休息了一会儿 胡子突然站起来说 不用了 响子突然站起来 右手一伸 一支箭已经搭在弦上 休一声响 一只野鸡挣扎 这从树上落了下来 响子接连几箭射出 羞羞羞 又是树脂肥大的野鸡 从树上落了下来 这一幕只看得胡子躺口结舌 他羡慕地看着响子手里好跟复合弓 心里更加坚信这一群人是肥羊 为什么 连手里的家伙都这么酷拽掉炸天 那他们的背包里肯定有更好的东西 响子从小在山里长大 丛林生活经验 比起一般的老猎人都不逞多让 他熟练地拔毛生火 把野鸡的内脏给清除了 然后在火堆上烤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